所以我这次看到他就好高兴 哇 长大了 洪水长大了 一代风灾时出生的他 如今五个月大 圆嘟嘟的 他们是用这个 他们是拉这个布色线 然后把它 绝在一起把它大盾 实在 实在是 这个很难想象 但是真的也很佩服他们的那种 生命的一个韧性 洪水的爸爸阿贝多说 当时大水高涨及凶 眼看妻子就要临盆 他让妻子爬上树 自己在树下拿了条布 稳稳接住产下的洪水 我跟他说你们夫妻要好好的相处 好好的对他 因为他很不容易 然后他说对他知道他不会 然后一家人要好好的爱 与此相处在一起 然后有机会的话 也投入我们志工的工作去爱别人 风灾时家园全毁 一家四口在收容锁住了一段时间后 借助邻居家 运用慈祭的工具搭床 灾后好像多了家园 命运无法选择 熬过逆境的一家人 坏难真情 成长路上的珍宝 单一新闻 盛容许李静宽 莫森比克 采访报道 根本会有得更好 本在乎 他们在买 也访问